军队是捍卫国家权益的主要力量,我们不希望发生任何战争,但若危险来临,也要有足够应对的实力。 近年中国国防力量不断增强,一大批先进装备弱劣解放军,就是为了应对危机而做准备,而在风险逼近的时候,军队也会根据事态不同做出战备,解放军战备为四个等级,分为四、三、二、一级战备,数字越小,一般事情越大,四级战备是有可能对中国安全带来较大影响, 这时部队一般进行一些战备检查,加强警戒等,三级战备是有可能对我们构成直接威胁,这时转业、外出、休假等都要被停止,二级战备则是已经对我构成直接军事威胁,这时需要重要边防部队按战时满边,军队各种保障抓紧落实等准备,一级战备则是极度紧张时刻,针对中国战争意味十分明显, 这时部队等待命令,动用各种手段严密监视敌人,各种保障权力启动,通讯保障不间断运作,战备人员24小时值班的,总值一级比一级严重,一级比一级准备的事项更多,如今的中国逐渐走向强大, 但新中国建国之后,由于国力不足,外部挑衅等因素,遭遇了不少危机,国家数次启动一级战备,比如抗美援朝,炮击金门,对越反击战,96年危机,1969年国家甚至面临核大战的危险, 60年代苏联提无理要求,欲把中国600多个岛屿站为己有,中方断然拒绝,然后苏联就开始动用军事手段,在边界进行军事演习,甚至向我方开枪,苏联不断挑衅,冲突升级,苏联直接侵入珍宝岛,但遭到解放军严厉反击,苏联珍宝岛失利后挑衅活动进一步增大, 边境陈兵114万,核弹部队做好打击准备,当时苏联国防部长主张使用核武器,双方濒临战争边缘,进入一级战备,战争甚至核大战一触即发,当时我们一方面希望和平解决,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打核大战的准备,态度坚决,最终苏联还是跟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一样,否决了核打击, 对战备等级的划分每个国家也有所不同,美国国防状态等级分为五级,也是数字越小,事情越大,美国国防状态一级,未战争状态,其中62年古巴导弹危机,为二级状态 在六小时内,所有战斗部队做好战斗准备,为准战争状态,2001年,美国世贸大厦遭撞击,则为三级状态空军15分钟时间做好战斗准备,而一级战争状态还没有 我先去洗脱了